奢华又浮夸的杜拜 既神秘又陌生 今天就介绍杜拜五个必玩景点 一探杜拜的金币辉煌 Wild Wally Water Park 疯狂瓦迪水上乐园 是杜拜最大的水上乐园 以阿拉伯民间传说为云区主题 有超过30种水上设施 从适合小朋友玩的溜滑梯 到超世纪的自由落体 滑到通通都有 还能玩飘飘狠狠冲浪 绝对能让大人 小孩玩个过瘾 2.Milco Garden奇迹花园 在极端气候的杜拜 要开出一朵花 长出一棵树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光是一朵玫瑰花 就要价约台币129元 因此奇迹花园 真的是杜拜的奇迹 Milco Garden 只在冬天开放 占了约73000平方公尺 拥有超过5000万鲜花 1.5维株植物 打造成梦幻城堡 爱心隧道 花中等大型场景 更狂的是 一架阿联酋A380直接飞到花园里 其身以50万朵鲜花和植物点缀 本尊非常巨大 是杜拜今年十分受欢迎 二芳谷街区 以仿旧的莎莎阿拉伯建筑 为最大特色 方方正正的阿拉伯建筑 乱不在其中 旁扶穿越了时空 这里的店铺非常多 有香水店 艺术品店 传统服饰店 咖啡厅 餐厅等 绝对可以让你逛到贝腿 这里还有一间 号称世界最美的新发客 荣海线代感设计 有阿拉伯建筑特色 在一道草点缀 分为室内与户外座位 能一边喝咖啡 一边欣赏杜拜湾风光 是来杜拜必打卡的特殊景点 奥斯尼克 Museum 分为21个主题馆 展出多样古物 旧照 可以深入了解杜拜的历史 还有影像模拟 能看杜拜几个著名地标的建造过程 还有神经式短影音体验 180度超广阔视野 让你生力其境 馆内还有香水馆 能够认识杜拜香水的起源 及其对人民的重要性 里克还可以亲自试闻 制作香水的香料 5.直升机体验 拉承直升机 是杜拜非常热门玩法 记者这次体验的是 阿尔根海维挫尔斯 提供的直升机之旅 有多个飞行路线 飞行时间 可以选择 这次体验的 是12分钟直升机游船 售价715迪拉姆 上机前需量体重 会依照体重规划机上座位 接着会在腰间隙上就命包 马上就能看见杜拜海岸线 中旅岛 阿特兰提斯酒店 世界地高塔哈尼巴塔 等知名景点 拉承时间12分钟其实没有很长 记者还刚好碰上天气不佳 虽然有点可惜 但也还难得收场了 杜拜的朦胧美景 也成为一辈子最难忘的回忆 杜拜一半是沙漠 一半是海洋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杜拜靠自己打造许多奇迹 你所有想象不到的东西 杜拜一定会做出来给你看 所以时孙 一定要来杜拜玩一次 1.黄金相框 杜拜Frame 位于杜拜市中心扎比尔公园 以相框为基准 两侧分别为杜拜的新城区与旧城区 现场看到黄金相框 真的就是无限赞叹 非常能想象相框四面都镀金 有个奢华 超巨大的黄金相框 就如同杜拜给人的印象一样 金光闪闪 耗识超过13亿台币打造 黄金相框的内部空间也是很狂 传人门票售价约台币449元 还同约台币179元 黄金相框两侧高楼为电梯 最下层横排为博物馆 最上层横排是顶楼井棍台 这里有玻璃空中站道 还有空中咖啡厅 整片杜拜市井静在眼前 透过相框 可看见两边不同的风景 下层横的博物馆 人曾经是了解杜拜的古今演变 从顶楼井棍台搭电梯下楼后 就会来到360度影音环绕空间 展示的是未来的杜拜 二 未来博物馆 Museum of the Future 是2022年开幕以来 就一直一票烂球 名列世界十四大最美博物馆 是一栋77公尺高的 环状镂空建筑物 耗市一3600万美元 约42亿台币打造 环形镂空建筑结构非常特别 使用1024块不锈钢与玻璃组成 完全没有任何一根两柱 根本就是建筑和工程的奇迹 环形象征人类 镂空代表未知的未来 底下的绿色草皮则是地球 博物馆外观上的文字 巴拉伯书法 记录杜拜球长曾经说过的话 未来博物馆也五成了为主要展区 主题包含外太空 松物基因 气候变化和生态等 展区内还有许多互动装置 让民众能精神体验 人进行在馆内探索现在与未来 二楼还有观景平台 人站在博物馆镂空的位置 用不同角度 欣赏这栋出处都是奇迹的建筑 还能眺望杜拜最经典的高楼市井 未来博物馆一楼有纪念品店 离开前可以来逛逛 三 地球村 Global Village 地球村拥有多达93个文化 与27个国家展馆 每个展馆皆展现 该国家独有的建筑 文化与传统 总计有3500个摊位与店铺 其中还有200多家美食小店 能让旅客人吃遍世界各地美食 每个展馆皆展现 该国家独有的建筑 文化与传统 地球村里 还有一座超大型的户外乐园 共有一百七十个游乐设施 地球村只要花一张门票钱 就能朋友全世界 地球村只有在冬天 每年十月到更年四月营业 门票平日约台币192元 下日约台币231元 地球村下午4点才开 营业是凌晨一点 建议大家可以下午4点就入场 晚上点灯更美 是在杜拜非常特别的体验